來東京工作 認真工作 也要認真玩 所以呢 今天就穿了一整套的和服 對 和服是我穿的 很久以前啊 就是有一個朋友 就看到我穿和服 就笑我說 欸 你的胸前好平整啊 這樣 今天呢 剛剛好有拍到穿和服的影片 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和服小知識 和服有一個東西呢 就是在最理念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叫補陣 這個補陣 它就是所謂的一種身材上的修飾 那有別於我們一般的審美觀 就是像是什麼 禮服啊 婚紗這樣子的 通常禮服婚紗會希望說 欸 可以把胸前那些亮點再集中啊 凸顯出來啊 腰線啊 然後還有臀部啊這樣 可是 和服是完全相反的 和服是希望你整個身體會像圓頭狀一樣 對 很特別的吧 那 這個圓頭狀怎麼辦 就是我們要拿棉花 去把比如說胸前上方這個沒有肉的地方墊起來 那把胸部壓下去 對 把胸部壓下去喔 然後要把腰線啊 然後臀部上方啊這些地方 通通都有毛巾 尤其是可能有些女生在瘦 還要用兩三條的毛巾 去把這些比較凹進去的身材部位把它填補出來 所以它叫做補陣 除了補陣是為了要達到和服的平整性 那還有一個小細節就是要注意 和服穿起來的時候會盡量的沒有皺褶 那這個沒有皺褶其實上超級有難度的 因為你要用一個2.5公尺的那個布料 就是所謂的腰扭去固定和服 那你因為不能讓和服滑下去嘛 像我的和服如果我150幾公分 這件和服一定會超過我的身高 它會有一個需要反折的地方 所以它厚重然後又長 那當你今天綁得不夠緊的時候 那個衣服是會垮下去 就是它會掉下去 會脫地板 所以你要綁得夠緊的情況下 你又要讓那個皺褶不要跑出來 這就非常非常的考驗那個技術 跟你的力道的拿捏這樣 所以我們都說穿和服就是一個物理學的一個概念 然後呢 這個和服的繩子其實不多 我們在長羅盤也就是第二層的手 其實上就有一條腰扭在固定 然後配上一大地同一個位置做處理 第二個和服外層就是只有兩條 跟中間腹部那個夾固定的繩 所以其實上就有三條去固定 整件那個厚厚重重的和服 力道就集中濕力在這裡 所以當然就皺褶的產生度就很容易會蠻高的 所以也因此和服實際上不是很好自己穿 因為你一邊手在動嘛 所以你的布料就會亂跑 一邊你要用固定繩去固定 通常來說別人幫你穿和服 一定會穿得比你自己穿得漂亮很多 因為你可以不用動的 讓它乖乖的讓布在原地讓人家綁起來 再來我也蠻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和服的這個腰帶 和服腰帶的話它基本長度都是3.5公尺以上 那如果你今天是打到比較華麗的椅妝的話 它要用到的是袋袋 它就是4公尺甚至是更高 我有一條腰帶是4.8公尺長 那越長的腰帶可以做出來的花樣當然就越多 今天打的這個腰帶呢 它是一個名古屋帶 所以它只有3.5附近而已 那在纏繞的那個腰帶的過程 你就是都要想辦法讓你的腰帶不要掉下來垮下來 因為還沒有打完之前它都是沒有固定的 你就只能靠雙手萬能 然後最後面打腰帶都要在你的後面打 當然有一種打法是在前面打啦 對 可是前面打完再轉過去有時候會比較凌亂一點 所以在後面打的話 通常會可以比較緊然後更漂亮 但是後面打也會很不好掌握 就是一些長度啦 然後看帶骨有沒有歪啊 就是它後面的形狀有沒有正確啊 就是其實這樣都有各有各的難度 今天和服小教室就先到這邊 然後等一下呢 就看我去吃好吃的 穿的那麼辛苦 一定要吃好吃的 對吧 妝是我畫的 然後頭髮是那邊做的 然後呢 就是要講一下 這一件和服其實它做好有2年了吧 就是當時我又買了這個布 這個布叫做銀河的布 所以它 它是上面會看得到它會閃閃發光 它不是有銀線喔 它就是它織進去的時候 它那個材質它就是會 會閃閃的 然後它弄的這樣像宇宙銀河一樣 的色系我非常非常喜歡 但是其實上這次是 才是第一次穿 一定要拍這個鞋子 毛毛鞋 毛毛鞋 兔尾巴鞋 這一件腰帶呢 上一次其實有穿過 這一次就 因為我的新腰帶還沒來 所以這一次就打了這個 舊的腰帶 這個帶陽跟帶地都是新的 這邊有免錢的啤酒 然後助教說他想喝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排啤酒 他剛剛就給我們一個牌子 然後叫我們回答 就是yes or no這樣子 我們以為要回答什麼品牌名稱 不是 他說你滿20歲了嗎 你有懷孕嗎 你不可以開車喝酒喔 都知道了嗎 然後就給你啤酒了 而且一次給一罐耶 好划算喔 那個三秒鐘獲得一罐啤酒 好划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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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我們現在在澀谷的14樓 然後剛剛很幸運 就是這幾天都滿幸運的 我們點掉了滿多間點的 最後一個spatial的餐啊 貨裡面 然後今天剛剛這個呢 就是 呃有人就等不下去了 然後剛好會講中文 所以他就把那個餐券給我們 我們本來沒有約就是這個窗戶前的位子 因為這個比較難等 就想說趕時間 結果呢他給我們就是下一號的窗邊窗前位子 到日本就是要吃抹茶 所以 啊 我現在在選不定 這個也不錯耶 巴菲也不錯耶 然後我還想要吃 他上面寫說呢 喔這邊是可以點飲料 就他有一個set的話 他就應該告訴你是哪一個縣市 然後還有酒 肉點呢 我剛剛看到 這個 看起來蠻好吃的 所以呢 我們就點一個甜的 一個鹹的 等一下就點 鰻魚飯 那後面還有國產的 牛肉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點鰻魚 好 好 好 這個味道是紅色的 抹茶是纖綠 纖綠 鮮奶油 我喜歡鮮奶油 現在我們喜歡的都被挖掉了 我騙你吃了 這是兩種冰淇淋米 應該是一個是玄米的 一個是蔬果茶 這是什麼啊 這個很好吃 這要跟妳吃嗎 可能是抹茶奶肉是不是 好好看耶 不會很甜 那紅豆配起來很絕配 而且他們的抹茶目前我還沒有 如果吃到奶汁可以吃然後胃會 還是還沒鋪出骨 嗯 下面在那邊鋪出骨 嗯 下面在那邊鋪出骨 嗯 吃了 吃了 很醜 吃了 吃了 有 吃了 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跟你們說 我剛剛看的那個小說 啊 壞掉了 日本的壞掉也是跟台灣一樣就是404 然後我就這樣走過去 然後直到助教跟我說 這間店就叫404 太誇張這真的是非常好的廣告 我現在就幫他廣告 雖然我現在名氣不高 但是這真的很有創意耶 馬上吸引目光 嗨大家 我們現在回到飯店了 這次行程真的超趕的 我好累喔 就我們紅顏航班嘛 然後殺到珠寶站 然後今天又早起在那邊穿和服化妝 就是想說 要還是要體驗一下 日本的 購物行程 所以今天就去買那個 買那個CAT化妝品 然後呢 明天我們又要去礦物展了 那我們這次住的是金王飯店 其實金王飯店是我小時候 第一次來日本的時候 我叔叔帶著我們住的 就是還有阿姆啊 我媽啊這樣 我們四個人 就是殺到日本來玩 那那個時候就是 叔叔帶我們住之後 後來我媽因為剛開始自由行 我們還不懂 所以我們也是住了金王 所以金王這個飯店對我們也就是非常熟 然後他又在新竹谷新樹非常方便 然後呢 剛剛好我們的礦物展也在 就在旁邊而已 隔壁走路兩分鐘 對所以呢 為了隨時殺過去之後 中間可以回來這邊休息一下 或者是呢 像昨天買完了 我們就回來這邊放東西 所以就決定就住這個金王 但是金王很貴嘛 所以我們就撿那個旅行社的 就是末段票這樣子 有撿到一點便宜 不然還住不起 那金王有附早餐 但是跟以前的早餐有點不太一樣 金王以前的早餐是很好吃的 我們印象是好幾間餐廳可以選什麼 日式啊然後西式啊 有buffet的有一個 算是小套餐嗎 我有點忘了 但是我記得以前很好吃 但是這一次來看 哇 居然就兩間餐廳 然後兩間餐廳都是西式的buffet 所以就有點小失望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日式 然後有納豆 但是沒有溫泉蛋 沒有溫泉蛋 這是非常難過的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床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比台灣的幾間飯 但是就是還是硬 然後我自己是習慣睡軟床的人 硬床不要到太硬 我都還能夠承受 對 那唯一我覺得奇妙的事情就是呢 可能因為我們訂的太便宜的房間吧 所以第一沒有保險箱 第二 居然還很傳統耶 是那種開關式的燈 不是那種插房卡的那種 所以就覺得哇好傳統喔 好傳統的一間就是 它都還是舊型的 然後浴缸啊那個浴室啊 也是舊型的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 我們就求一個方便啦 然後求一個就是知道說 整個飯店的運作模式 我都不用再研究 我自己最喜歡出差的這樣 永遠都住同一個 永遠都同一套流程走 因為這樣我自己認為就是 最保險最不會出錯的 然後今天走的腳非常酸 昨天已經走的腳已經 因為一直在逛那個礦物展嘛 然後礦物展在談價錢的時候 其實這樣沒辦法 沒辦法坐著 沒有座位的 所以就是喔 我覺得那個 這幾天排便都非常的順暢 因為一直在走路 一直在運動 ok然後期待明天呢 禮拜一的礦物展有機會啦 撿到便宜 好那我們等到回台灣了之後 會再好好的跟大家介紹說 這一次的一些小心得 嗯 那個還有一些礦物展的小 有趣的小事情 這樣子 大家掰掰 嗨大家 我們在KATE日本買的那個 保養品 不是保養品 化妝品 到現在都還沒有 拆開來 就想說跟大家一起拆開箱好了 剛好今天要錄別的 這個也有帶來 就順便給大家看一看 到底 長什麼樣子 其實很可愛耶 要DIY耶 要把它裝到那個盒子裡面去 然後那個時候 我其實要去是因為我想要看那個 機器 會推薦給我四色的眼影是哪一個四色 結果 事實證明真的滿可怕的 所以呢 我們還是相信自己的直覺好了 所以我還是把我的粉紫色系都買到 反正 反正色彩監聽說呢 喔對對你就是適合粉紫色系 那就是我的顏色嘛 對不對 看看喔 要怎麼用 喔 這樣子 那個人騙我 他說會有鏡子 沒有鏡子 為什麼要買盒子啦 我就是想說 太好了 我可以把那些 眼影们就不要带那么多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一盒就带出国 然后有镜子的话就 那我干嘛要这样 我就不用这个盒子了 我就拿这四个出国不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多花一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有点生气 这多少钱 Made in Japan 好了Made in Japan 放过你一半嘛 这多少钱啦 等一下住家去插完 把它放在这边 生气 然后我买的是 我买的是102号 401号 208 210号 就这样四个号码嘛 快速拆拆 我现在的振升器力气应该够大 等一下 有时候舍不得把它爆掉 对啊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就这样就好用就好了 我干嘛要 我何必 它有一个 我以为它是一个塑胶膜或什么 撕掉了就不能封起来 不过我买的时候我特别问 说这个有镜子吗 它是有 难买的 这颜色好可爱喔 这颜色我喜欢 你看 我好像没有一个 这么樱花粉的 颜色 希望它的粉质 是可以的 我就是自从拍了YouTube之后呢 就要研究化妆 然后从完全不会化 到现在 从一刷一次妆要两个半小时 现在可以 四十分钟 这四个颜色 看很可爱吧 其实 真的很疗愈 但这个有点不太疗愈 这个影响情绪 再放旁边 然后呢 再刷去旁边 然后呢 我还买了这一个 因为呢 那个 韩国的色彩店店跟我说 你的眼线适合灰色 灰色是什么东西 灰色是什么眼线 然后我在那边找老半天说 到底灰色的眼线比在哪里 有没有眼线翼比 或者是眼线比 找不到 或者是都我不太认识的牌子 有上次有看到一支六百多块的灰色 然后画出来之后跟黑色没什么量 我想说 这是这是灰色吗 对 反正CAT有 我就想说CAT是比较安全的牌子 不知道 这不是 这不是黑色吗 灰色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没有那么深的 没有那么深的 黑色 就是灰色 好啦 这样至少我画错了 你们就不会发现 再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为了 就是 这个是多买的 这本来没有打算要买 就是去之前没有想到要买 后来呢 看到就觉得 好可爱的感觉喔 想要试试看 它是 哈哈 粉红色的睫毛膏 粉红色的睫毛膏 我看看 刷不上来 下次有机会就刷给大家看 粉红色的睫毛膏到底会不会显色呢 我好想要变粉红色的 整个脸都是粉红色 我是很想要染粉红色的头发 全部 之前有染过发尾 但是实在太难照顾了 所以呢 暂时放弃 这条粉红色的睫毛膏 可以让我拥有粉红色的睫毛 好啦 就在这里 拜拜